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观点 我是王燕婷 今天要来和大家一起来谓语筹谋一下 一起来沙盘推演 有没有可能一代霸主将不再是霸主 而当霸主不再是霸主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好 我不是我们起人忧天 不要以为我们不去思考的事情 这事情就不会发生 就算我们不去面对 事情还正在进行事当中 尤其是今年全球碰上了新冠疫情 这病毒这冲击的程度跟过往是不太一样的 非同小可的 所带来的一些冲击 对经济上面全球的影响 可是相当的庞大 所以要来看到的是 在整个环境下来 那么对于整个世界 到底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好 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的 一样还是要从美元来看起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这跟你我的钱相当有关系 当然如果大家可以把胸怀再拉大一点 格局再放大一些来看的话 单从美元来看 其实也能看出很多问题来 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 比方说货币这件事情 它代表着是什么 它代表着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嘛 一个国家反映出它的经济的强弱程度 最直白的就是直觉反映在货币上面啊 所以我们带大家来检视美元的话 那也等同于我们在检视 美国经济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强还是弱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因素是 我们检视美元为什么 因为美元就现在 全球市场的使用状况来说 它还是主要全球的 通用货币的认定之一嘛 所以在检视美元的同时 美元的高低也就能够反映出 现在全球现在资金的流向以及动向 当美元开始弱化的时候 是不是就此就能够秀出 资金现在开始往别的地方去 那又会往哪里来走 是不是就此就能够看出来呢 因此我们今天一样 还是要来带大家从美元来看起 也因此你可以发现 现在在市场上面 各路专家各家的机构 也通通都在检讨美元 因为新冠病毒的冲击 而美国控制疫情的做法 其实让大家相当相当的失望 这些事情这些状况 危机其实都有反映在 他们的货币美元上面 而美元也就此开始跌不停 于是那大家就开始在质疑了 从这个美元的走势开始 你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大家就开始会怀疑啦 质疑说你美元现在在拳头的地位 还是那个唯一吗 你美元接下来还会继续跌吗 你美元接下来的走势还好吗 有趣的是 连他们美国自家人也出来试镜 看到的是谁 看到的是这一位 美国达拉斯联储的行长 他最新表示说 巨额的财政赤字给他们的美国 经济状态也好或是美元也好 其实长期从各方面来说 都有带来很长期的深远影响 而因为今年又碰上新冠疫情 这个大流行疾病 更加凸显了这些赤字上面 所带来的相关问题 好那过去为什么没有人去探究这个问题 过去当然也有 只是探究的声音不大 因为过去大家认定什么 认定你美元就是老大地位 认定你现在在全球上面 你美元就是主要的通用货币 你就是主要的储备货币 所以大家当然还是对你美元相当有信心 所以你当然在美国上面 可以控制这些问题 可以控制可以管理这些问题 当然是没有问题 所以你爱发钱爱在市场上面再多发钱 多发了多少 你一样可以就此在市场上面做融资 因为大家有信心 所以大家就算你债务再多 还是会买单 可是他现在有进一步的表示 如果说你现在还在做这样的一个美梦 也就是说如果你还在假设 美元在全球地位上面 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 永远能够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的话 那么这个想法是相当危险的 言下之意就是 连美国他们自家人 连美国他们自己的FVD行 分行的行长都开始在警惕 有一天美元的地位不在了 有一天美元很可能没有办法 成为全球的老大哥 不再是全球那唯一的储备货币 好当然了 因为有人觉得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太夸张 比方谁 比方像这一位外资巴克来的相关策略师 他就表示说 以这样的想法可能想的太多了 因为全球现在当前还是以美元 作为最计价的主要方式 那来想全球所有的市场 全球所有的国家都以美元为主的话 那这交易的交易量 还有市场上面的规模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所以你说一下子要让大家把美元换掉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结论上来说 他认为要说美元将就此就失去了 储备货币地位这距离还是非常遥远 好也许就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真的这个说法可能大家有点担心太多 言之过早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 美元最近就是跌跌不休 就是跌不停 所以也难怪很多机构 很多市场上面在质疑美元的神话 是不是要破灭了呢 我们来看美元的这个现行走势图 从5月份开始 就开始宣泄不止一路的往下探 累计下来过去三个月以来 已经跌幅超过7% 而在以单月份来说 我们特别聚焦7月份 特别聚焦上个月 因为上个月统计下来 一个月美元指数狂现不止跌了4.1% 超过这个幅度是创进10年来 单月最大的跌幅 那看到昨天的这个状况 虽然美元指数昨天好像有回升 有回弹 可是这回弹的幅度 最近回弹的幅度 其实都并不大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可以看到 在美元指数最近来说 它还是持续在近两年来的 低点附近徘徊 也就是说美元从5月份开始 就一路跌跌不休 跌了三个月了 却还在持续走跌 那到底问题来了 会跌到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各家机构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 美国私人银行 布朗兄弟哈里曼的 这个外汇主管 他就说 美元它会跌到哪里 他觉得 看要看关键在于 美国疫情 他们现在的控制状况 如果美国疫情 能够在这个短期之内 把它控制住的话 那么他们认为 美元将在第四季开始 能够触敌反弹 换句话说 换个角度来想 也就是 那不就是 你第四季才要触敌反弹 那就是这一季 本季第三季 会继续弱继续跌咯 所以这是从这个 哈里曼的 这个哈里曼的 这个相关的私人银行的看法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 法国新业银行的策略师所说的 他说啊 要看美元会不会继续弱下去 这个月的走势是关键 如果这个月 美元还是继续弱下去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美元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弱化期 美元可能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很长的弱势期间 这是法国新业银行的说法 第三个要来看到的是 路透 路透的看法就更加悲观 他认为啊 美元的这个跌势 恐怕会一路一直 谢谢 狂泻到明年为止 为什么 一个主要的理由 我们之前帮大家分析过 就是美国联准会主席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撒钱嘛 不断的在宽松嘛 不断的在印钞票嘛 尤其今年来呢 因为又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川普在疫情上面又控制的非常不好 逼得美国联准会 开始大力的宽松救市 从4月起就开始大撒钱 而且这宽松的程度跟规模 是超越以往 超乎想象 比起过去2008年金融海啸 可能规模还要来的夸张很多 所以一口气 当然就冲击到美元指数 因此你也会看到 我们刚刚也讲了 他4月份开始大撒钱 那美元指数从什么时候开始跌的 就是从5月 所以你说联准会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嘛 好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因素呢 我们再从另外一些机构 或周刊的看法来看起 比方说谁呀 巴伦周刊 巴伦周刊倒是没有看到联准会这些 他只是单就看回美元本身 就是不看其他的因素跟理由 光是评估美元本身的价值 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存在 所以他认为他评估下来 美元在5月份开始贬值之前 早就已经被高估了20% 好另外一个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他也提出了相关的看法 他认为因为美国的这些债务非常非常的高 赤字其实非常非常的重 非常非常的高 表示你身上悲债悲得很严重 你这个国家是不是债务很多之下 表示你这个国家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风险上面的问题呢 那既然会有一些风险上面的问题 那你相应的你的货币上面 应该不受市场上面资金的青睐才对 因此你的美元你的货币不该搭配这么强势 所以从2019的状态来做评估的话 搭配他们的赤字的数字来搭配看的话 会发现他们觉得 以这样的状态美元在去年的时候 早就已经被高估了11% 那当然我们刚也讲过 如果你是这个全球市场的龙头老大哥 如果你的经济实力还在 那当然没关系嘛 大家放心 还是会继续把钱给你啊 因为大家会相信说 你现在有经济实力 就算你的债务再多 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做出还款的动作 所以大家当然对于美元还是很放心啊 还是会以美元来做一个避险上面的工具 因此才会发现 就算赤字过高 所以大家钱还是会往美元来去 就算被高估 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 但是问题我们刚刚也讲了 接下来呢 现在全球新冠疫情这么严重 尤其在美国的经济部分 就此烧出了一个大洞 把成年旧集都给烧出来了 大家现在开始在思考 美国现在危机能不能再挺得住 如果危机不能挺得住 资金也不是笨啊 当然要赶快弃美元而去 当然要赶快弃船逃逸 当然要赶快往别的地方来走 我们就来看外资花旗 我们从外资花旗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说法跟看法 他说啊 从经济基本面上面来看 因为经济已经受到超级大的这个受伤跟重挫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美国在经济层面上面已经不如过往 没有像以前这样有这么大的一个优势存在了 好 所以说就是没有基本面的支撑之下 那么你说美元还能够反弹吗 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支撑美元来做反弹呢 那再者是好 就算现在就是有一些基本面存在好了 但是问题是你美国疫情没有控制好啊 那是跟别人做比较的话 别人的疫情控制的相当好 那是不是资金就此也会开始去寻找 可能别的经济状况恢复比较好的国家而搬走呢 所以就这样来互相比较之下 大家当然离美元而去 美元的特殊地外恐怕就会难保 另外一家外资呢 外资高盛 他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是从国债市场来看 美国的国债市场来看 他觉得啊 这个他的说法跟这个想法 其实是跟联准会发货币宽松 发钱的印钞票的这个想法思路是有点类似的 他去评估哦 市场上面会去评估这样的一个价值 就是说就跟联准会一样嘛 因为为了救市联准会撒钱 同样美国政府也是 为了要能够支出他们的一些经济政策面或是一些旧事或是你要发失业金或是他们可能有几兆几兆美元的一些经济纾困措施那钱从哪里来没有办法克税的时候当然就开始又在发行大量的国债从举债来嘛让大家来认购他们的债券跟大家来筹措资金因此来救他们的这个美国经济嘛但大家也不是笨啊就会开始去评估啊你不断的一直发债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 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那你相关的美国资产价值呢跟其他来做比较的话会不会别人的资产上面会比较有利可图呢那既然这样的话大家当然开始会把这个手上其他国家会把自己手上的一些资产的配合的组合当然会开始重新做一个布局挪移开始慢慢的不再以美元资产为主而转上是一个多元投资的方式 当然贬值也不尽然全部是坏事说真的适度的贬值也有利出口只是说凡事过犹不及如果贬过头的话当然必就大于利所以你就会看到说美国总统川普他的立场其实也是悄悄在改变你从他的立场上面可以看出美元的一些态度跟变化还有他们的内心可能也对美元上面有些忧虑跟担忧还记得吗过去川普不断在海K联准会 不断在海K这个主席鲍尔都不听他的话都不降息都不宽松让美元过度强势让大家在这个资金的进出上面贸易交易上面让美国处在一个比较弱化的立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从2016年还没当上总统还在竞选期间的时候他的口号喊出来要美国要伟大那美元当然他觉得太过强势要弱化下来 这样子美国的经济才会强大才会伟大所以从他竞选开始从上台之后不断的在海K联准会之下你可以看到他的态度一直都是一致的都是要主张能够弱化美元 这样的立场持续了将近四年之后从今年开始悄悄的发生变化到今年我们去翻阅他之前受访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2020年就是今年的5月份5月中旬的时候他接受媒体的一些访问面对到市场资金的面化面对到美元的走势 他开始改口了以前这过去四年多来他们过去将近四年都是支持美元弱势的在那一次的访谈当中他开始改口说要支持强势美元 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发现了美元贬过头恐怕会物极必反贬过头的美元会带来极大问题比方第一个就是在国内通膨上面 对于贬值当然会有利于出口可是进口呢进口相当就会有一些不利的状态 因为你的这个美元贬值下来是不是你的国家的货币变弱了你国家货币变弱了你去买国外的东西进来那你是不是相对买的东西就没有这么多了那就相对来说也就是说你的成本变高了你的进口成本会变高进口成本变高当然就会反映在物价上面如果适度适当的那当然可以让国内的通膨温和的提升没有错可是如果一直一直贬呢就像现在美国这样美元这样一直一直 变的话那这些进口商当然会受不了啊那想要把这些成本反映在物价上面又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疫情非常严重啊每个礼拜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超过百万名的民众排队要等着领失业救济金大家的身上其实都已经没有钱大家民众生活都已经苦哈哈了 那你想这些进口商还有办法把成本加租在物价上面吗民众怎么可能有办法负荷呢所以过度的贬值的话恐怕会为他们民生再助加重的一大这个压力哦好第二个就是再来就是美元或者部分如果持续贬值的话那就会造成市场上面的资金挪移一旦市场资金挪移一旦大家不再认定美元 一旦大家开始从资金开始向外撤出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就会开始威胁到美股或者是美元相关的资产为什么我们想一个简单逻辑今天美元强势大家是不是对美元有信心那当然就是会往美国来去啊那我钱到把这个钱搬到美国去之后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嘛我总要去寻找他可以让钱变大的一些方式嘛所以这些热钱可能就会往美股来走或者是寻找一些美元 美元的相关资产那相反的如果现在看到美元一直扁一直扁一直扁也就是说 那资金从美国市场上面开始不断的撤出的话那你想这些资金还会对美股还会对美元相关资产有相关的投资需求吗那么下一步是不是美股就要岌岌可危了呢好第三点就是如果这些情况再不改善又或者是好不要管有没有改善也不要管恶不恶化我们刚刚也讲了光是跟别人来做比较的话如果你现在在原地踏步可是别人进步的更快 别人经济复苏的更好别人疫情控制的更完善的话那么资金当然会去寻找他的一些聪明标的会去往有利的地方去走嘛好那资金一旦这样子转走了还会轻易的回头吗所以啊为什么最近机构一直在盯着美元说个不停因为一旦美元真的无法翻转颓势的话那就会牵动到资金流向就会改变接下来可能10年可能20年你我的投资环境 我们下转了点资金流向就会改变了点资金流向就会改变了一点点 谢谢观看